打杀 有个醋宝问个非常有意思的问题 在群里边都炸锅了 他说烟炒水用来给花 防满杀菌止痒怎么样 你痒痒吗 传播来给他闹闹快 我来啦 还没止痒 你又给 不是我跟你这么说哈包 我当过二年兵 我当时在的那个地方叫建川啊 建川县消防压队 反正就是消防队往前没多远 就是中烟炒的 我那时候我也不懂啊 我就问那个何同志嘛 那个时候有辅警 我就问那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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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那时候就问那个何同志 我说他怎么老是背个药壶干啥 怎么臭的这个烟嘛 哎呀一天就得打两遍药 最少的两天打一次药 还臭烟呢赶紧戒了吧 真的没骗你 你中烟炒你可以问问 问问评论区里的话 就中烟炒的至少两天得打一回药 尤其是长新一二的时候 没有夸张 你说指着烟炒来给你杀菌 来给你滋养 来给你消毒 来给你杀虫子 我看你就是那个虫子 烟那么有毒 说的那么夸张 没见把你这个虫子给毒死 完了这个很厉害 鹅船 你别别给我想烟炒 现在基本上就市面上 十块钱一包烟是很常见了是吧 一根就得五毛钱对不对 五毛钱就能买一包 比在农资店五毛钱 就能买一包比较不错的杀虫药了 你明白吗 人才 老花一卖你点药还费劲了 第二个说 泽波苗浇水和渐光怎么操作 你以为是甩泽呢 我看错了 泽波的苗渐光浇水怎么操作 什么样的泽波苗 在什么地区 什么季节 你在什么环境下 它都不一样 你说我打个比方说 船棚如何浇水和吃饭 它一天吃几顿 喝几顿 我以为你要给 真的是船棚拉墨转着圈的丢人 不 以后不能说船棚了 说我大舅子 真是我大舅子拉墨转着圈丢人 桂花在南山东可以地摘吗 可以 你家没地方你可以摘我这来行吗 可以地摘 但是冬天的时候你要是小苗的话 稍微做一做防寒就行了 桂花在山东还是可以实现地摘的 不过有时候 极个别特别冷的天气会容易冻死 它不如那种阳树柳树耐寒 别的没啥 希望花儿没理解 我是老花椰 养花最软椰 白了